有個報紙吧,中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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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回答,匪人講話這個,中天根本是匪人,匪報,你還有一點站在這裡 所以總之講中天都不能去問他,這個意思嗎? 這是議員堂嗎? 你們,這樣變成議員堂? 不是,你們中天你們愛講什麼你去講吧,反正你們都造謠的,我們提供問別去跑去造謠,幹嘛浪費我的時間呢? 針對曹新成先生今天在記者節做出最壞示範,中天新聞發表最新聲明,曹新成在宣稱國際記者會的公開採訪場合,居然是不讓中天記者發問,而且還辱罵中天記者,還有臉站在這裡 難道曹新成先生以為有錢捐個十億元就有權利開記者會搏板面,對記者招之即來揮之即去,出言五入來損害記者的人格權跟工作權嗎? 曹新成先生的表現是完全失格,曹新成先生在記者會當中迴避中天記者提問,大陸對台威脅日益增加是不是跟蔡總統抗中保台挑釁有關? 反過頭來指控中天是匪台,妄言說中天造謠打斷中天記者提問,在場其他媒體看不下去,當場嗆瞎,曹新成,現在是議員堂嗎? 曹新成先生,難道以為有錢捐個十億元就可以霸凌媒體的第四權嗎? 曹新成先生在記者會當中指控,中天顛倒黑白讓大家以後不要看中天,網友也笑了,不看中天難道看三明治嗎? 中天新聞向來秉持真道理性,真愛台灣的理念,愛台灣就是讓台灣人過好日子的信念,守護第四權,眼下台灣新聞台一片綠油油,唯有中天堅持說出真相,發揮監督的力量,備受打壓也無所畏懼,曹新成聲稱不要以為有錢捐個十億就能夠抹去曾經背棄台灣,去當新加坡人的歷史吧? 任何人想蹭,愛台灣三個字,都不應該利用台灣英娜,台灣英娜的寶貴性命上戰場,為個人與中共的私怨來復仇,針對曹新成先生,稱中天匪台言論,明顯惡意誹謗,而且有明目張膽造謠中天造謠,中天將會採取法律途徑,維護中天全體新聞工作者的名譽,這是來自於中天的最新聲明 記者會不就是要讓記者問的嗎?否則你開記者會幹什麼?那你就自己發個新聞稿就算了 你之所以要開個記者會不就是要讓現場的記者跟你有互動 你做完你想要做的事情,說完你想要說的話 然後讓現場的記者提出他們的質疑跟他們的問題啊 那麼如果開個記者會還不讓記者問問題 那其實就不需要開這個記者會了 而且第二個重點是我剛才看了中天記者提的問題 他的問題四平八穩,沒有做任何的人身攻擊 沒有提出任何的陰謀論 對曹新成先生也沒有任何的侮辱跟不敬之意 他只不過是問了一個台灣現況的問題 那麼這個問題有什麼不能回答呢? 如果曹新成先生認為不是蔡英文挑釁的 你就公開講不是蔡英文挑釁的 不是民進黨挑釁的 是中國大陸長期以來的野心 你就明白的講嘛 這有什麼好怕的? 反正曹新成先生罵中國大陸也不是一天兩天的事情 就多罵兩句不就好了嗎? 他應該知道這是一個所謂的國際記者會 現場所有的媒體都在 如果他有對中天新聞的意見啊 跟記者的想法不一樣 他大可現場講出來 大家都會把它公佈出來啊 但他今天選擇的是 你不准問 然後我還要罵你 的確,所以我覺得其實 坦白講是很失格的一種做法啦 就是說 因為這個問題其實並不會讓曹新成先生太為難嘛 你就明白的講出來你跟大家不同的意見跟看法 甚至你也可以做更多的陳述啊 所以你今天為什麼要捐錢 因為什麼樣的一個狀況 我覺得這個記者問的問題是蠻開放的 就是說這個問題是沒有預設立場的 這個問題是沒有一個預定的答案的 你可以否定它 但是你不需要侮辱它喔 那麼甚至你也不需要侮辱一個記者 或者是一個新聞台 就是在我們過去長久以來擔任政治人物的過程當中 就算我們對很多新聞台非常有意見 我們也很少會公開在記者會的場合裡頭 去羞辱一個新聞台的小記者 除了這個陳佑後來還不斷的追問 包括說去強調說為什麼不給我問 為什麼你不能回答這樣的問題 我覺得這是一個記者基本該表現的 另外還有一個就是現場還有其他人說一言堂啊 對看不下去 我們終於台灣有別的媒體同業願意聲援中天了 不要講他們是哪幾家 當然那個聽聲音是聽不出來啦 但是我覺得在這樣的採訪場合 所有媒體應該要退席抗議啦 因為如果今天喔 比如說你在那個記者會的門口 你操抖 你就說今天這場記者會是我的場子 中天電視台請勿進入 中天新聞台的記者一到門口看到這個 摸摸彼此走了啦 就你要講清楚嘛 你就說中天你不能來採訪 這是我先講好的 這是遊戲規則這我讀出場 記者節你這樣做只是你自己的格局不夠 但是呢如果今天是你已經讓他進場了 人家你也點了人家來提問 人家自我介紹說了中天 你還沒聽清楚你說你是哪一家的 中天中天 結果你才開始發飆 那我覺得這個完全喔 如果今天你有錢你捐30億 你捐幾十億 你就可以這樣來打壓言論自由 我老實說 我不要管他是哪一國人喔 就算今天你是中華民國的國民喔 我都會覺得很可怕 為什麼 未來你會用你的錢來打壓言論自由 有一句話 有一句話是這個算是自理名言喔 就我不同意你的觀點 但我事實還要捍衛你說話的權利 這個就是所謂的言論自由的一個 一個很重要的一個象徵 我們可以意見不同 我們可以對這個比如說對兩岸關係也好 對這個台美中美台三方關係 我們都可以有不同的看法 但是不代表今天我主張的這個任何立場 就不能在這個場域裡面發表 我想而且更何況那位記者我想他提問喔 也沒有特別的什麼樣的立場 對他的問題四平八穩啊 也沒有什麼延伸攻擊啊 你這個問題我沒有辦法回答 或是說你用什麼樣的方式 這樣都比喔 我覺得你曹新城這個董事長 畢竟已經是一個長輩了 你看過那麼多這個大大小小的場子 你經歷過不同的國籍喔 你去過那麼多個國家喔 理論上你的格局應該是要 用一個比較溫和的方式來對待 你看這個年紀輕輕的小記者嘛 那你當你今天用這樣的方式 然後呢不斷的去羞辱對方服務的媒體 重點他還不只是侮辱一個台啊 他直接侮辱記者你有臉 你啊 你有臉站在這裡 所以我說不只是中天要提告 這位年輕的小記者 我跟你講小蝦你要戰勝大金融 但楊明我特別想問你啊 你剛剛說不要以為友情就可以怎樣 友情好像真的可以怎樣啊 在他講匪台之後 我剛剛就說Google Map吧 你打中天新聞 跳出來的不是中天新聞台喔 跳出來的是匪耶 就完全跟曹新文 曹新城鄉的呼應 這中間是什麼樣的關係啊 你要知道這個網軍嘛 他那30億裡面 你說什麼培訓什麼300萬什麼勇士 什麼30萬神射手 全部都是鍵盤勇士跟鍵盤神射手嘛 第一劍射向中天嘛 如果今天是這樣的邏輯 你看難怪他一個人 只有200塊的這個預算嘛 就是你發一篇文章200塊 我總共攻擊30次 神射手就是這個6億 就是4億6億 大概這樣的金額 如果今天是玩這樣子玩的 你說要為了國家安全或什麼 結果去限制言論自由 這個叫做舍本竹墨 所以我奉勸這個曹董喔 就是你有錢沒關係 你有超能力沒關係 超票的超 但是至少對人的尊重 你是不及格的 經常這晚上睡不著覺啦 你很想要睡的時候身心放鬆啦 就會很需要這一瓶喔 茶胺酸來調節情緒 同時還可以增強你們的抗壓能力 現在下定的話 記得打上我的這個折扣碼 CTI717 弱於幫你來打折